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通过以下两个内容来进行学习 第一 单层钢结构的结构 第二 单层钢结构的技术准备工作 第一 单层钢结构的结构 单层钢结构多为轻型钢结构 它是由薄钢板 厚度5毫米以上 或形钢焊接成主要框架的 柱 梁 外加薄壁冷弯污面 墙面领条 也有称墙梁 墙金等组装而成 外盖以轻质 高墙 美观耐久的彩色钢板 简称彩钢板 组成墙体和屋面维护结构 这类建筑主要由轻型钢构建组装 构建轻质高墙 结构抗震性能好 可建造大跨度9至40米 大柱距4至15米的房屋 并且建筑美观 屋面排水流畅 防水性能好 目前主要用于建造各类轻型工业厂房 仓储 公共设施和娱乐场所 体育场馆等 单层钢结构房屋 一般由钢柱 屋面钢梁或屋架 屋面领条 墙梁领条及屋面 柱间支撑系统 屋面 墙面采钢板等组装而成 1.钢柱 钢柱一般为H形断面 采用热压H形钢 或用薄钢板经机器自动采板 自动焊接制成 其截面可制成直条形和便截面形两种 断面尺寸由设计计算确定 钢柱通过地角螺栓与钢筋混凝土基础连接 通过高强度螺栓与屋面钢梁连接 其连接形式有斜面连接图A和直面连接图B两种 2.屋面梁 屋面梁一般为公字形截面 根据构建各截面的受力情况 可制成不同截面的若干段 运至施工现场后 在地面拼装并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3.领条与墙梁 清钢屋面领条强梁采用高强度鲤彩色钢板经滚压成型 其截面形状有C型和Z型 领条可通过高强度螺栓直接连接在屋面梁一元上 也可连接固定在屋面梁上的领条挡板上 4.屋面墙面材料 目前应用于单层钢结构的屋面墙面材料主要有两大类 彩色涂层钢压型板和彩钢保温材料夹心板 彩色涂层钢压型板是以钢带材为原料 经表面脱脂、磷化和各酸盐处理之后 在涂敷优质的有机涂料经烘烤而成为彩色涂层钢带 然后再经过滚压而成 其色彩多样、施工方便和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 而且简化了防水措施 彩钢保温材料夹心板是一种超清型的多功能建筑板材 该类板材其两面是彩色涂层堕心钢板 中间则为保温材料 该材料具有优异的保温、隔热、抗震性能 而且可用自工螺钉、膨胀螺栓、抽芯锚钉等紧固 可钉可去 特别是其色彩多种多样 板面平整、尺寸精度高、表面线条清晰 作为墙面、污面板则无需进行防水施工 是一种综合性能极佳的建筑材料 第二、单层钢结构的技术准备工作 一、编制单层钢结构安装施工组织设计 二、熟悉图样 三、钢柱基础及支撑面的准备 一、编制单层钢结构安装施工组织设计 一、编制内容 工程概况与特点 施工组织与部署 施工准备工作计划 施工程序与工艺设计 调装方案 施工进度计划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 劳动力、机械设备、材料和构建供应计划 质量保证措施和安全措施 构建运输方法、堆放及场地管理、环境保护措施等 二、编制要求 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 要结合每项工程施工的具体特点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对大型、细长及稳定性较差等特殊构建的 调点位置和调环构造 应做专项细部设计与稳定性验算 必要时采取临时加固与保护措施 方案中对起重机械的选择是钢结构吊装的关键 其型号和数量必须满足钢结构的吊装技术要求和进度要求 吊装流水程序要确定每台起重机械的工作内容和各台起重机械的相互配合 其内容深度要达到关键构建并反映到单件 数项构建反映到柱列 屋面部分反映到结尖 同时考虑到安装方便和大型生产设备安装的需要 2. 熟悉图样 刚结构安装前 应对相关的图样技术文件进行认真的阅读与理解 发现问题即使与业主单位设计单位取得联系 将问题和隐患消除在安装之前 3. 钢柱基础及支撑面的准备 1. 钢结构安装前 其基础混凝土强度必须达到设计要求 2. 根据测量控制网 对基础轴线、标高、地角螺栓规格和位置等进行技术复合 如地角螺栓预埋在钢结构施工前 应由土建单位完成 但需附合每个螺栓的轴线、标高 对超出规范要求的 必须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如加大筑底板尺寸 需要在筑底板上按照实际螺栓位置 重新钻孔或采用设计认可的其他措施 3. 检查地角螺栓外露部分的情况 若有弯曲变形、螺牙损坏的螺栓 必须对其进行修正 地角螺栓的理论露出长度 由以下三项相加得 灌浆厚度、被锚固设备的厚度 以及拧紧螺栓所需的螺母 以上是今天介绍的全部内容 通过本次课学习 同学们要知道单层钢结构的结构 单层钢结构的技术准备工作 希望大家对这节课的内容 进行理解性掌握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